金牌战结束 所有纷扰也落幕 20岁的波兰小将瑟瑞梅塔 在分出胜负之后比出爱心 还主动上前拥抱我国拳击好手林玉婷 英雄系英雄林玉婷和瑟瑞梅塔 双手紧握互相勉励 真情流露画面全被拍了下来 林玉婷在颁奖上还帮瑟瑞梅塔调衣领 会让大家这么意外 是因为先前传出瑟瑞梅塔 在比赛前贴出讽词贴文 只称自己是最后一个争夺金牌的女人 引发争议 不过瑟瑞梅塔最新接受波兰媒体访问提到 奥运期间远离社群 澄清贴文绝对不是自己发的 教练看到之后也命令删除 比赛就是这样嘛 就是赛前我如果能用任何的战术来干扰到你 然后达到我的达到我的结果 那就这样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竞技运动 他们最后大家其实都能够包容彼此 四位梅塔展现运动家精神 还有四强赛时 别出X讽刺的土耳其选手卡拉曼 也在颁奖台上主动拥抱林玉婷 甚至看到林玉婷落泪 还帮忙拍背安慰 四人一起咬奖牌合照 上演大和解戏嘛 听过性别风波林玉婷走过这些风风雨雨 选手们也终能回归赛事尊重彼此 TVB的新闻在法国巴黎参谋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